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依旧想做个祸头军 斗到石春的头顶 却原来想的天真想的天真 你疯了火衰你抹了黄纹 谁叫你把一根一根烧火棍 耍了个八面威风 戏了整成装了水分 把一枪柔情试尽 都倒是经过英雄 却原来是红颜清晨 戏了整成装了水分 把一枪柔情试尽 都倒是经过英雄 却原来是红颜清晨 你情而火热你心而精明 都说你八个女孩家 我那个万字千红 戏了整成装了水分 把一枪柔情试尽 都倒是经过英雄 却原来是红颜清晨 戏了整成装了水分 把一枪柔情试尽 都倒是经过英雄 却原来是红颜清晨 戏了整成装了水分 把一枪柔情试尽 都倒是经过英雄 却原来是红颜清晨 你情而火热你心而精明 都说你八个女孩家 活了个万字千红 你一个堂堂的大宋元帅 怎么说动手就动手啊 我爱打谁就打谁 要你管啊 我问你 你叫什么名字 无可奉告 不说就不说 有什么了不起啊 我问你 你是不是大宋子民啊 当然是啊 要不然怎么会帮杨家将 既然是大宋子民 为什么要跟大宋的元帅过不去 而且还陷害他呢 杨元帅 是你说不过 我要动手打我 我要保自己的小命吧 你简直是胡说八道 是你陷害我 害我差点脑子都保不住 所以啊 你是跟我过一步去 这一点确实是我不对 我只是想让杨元帅 找回自己的私生子 可是我没想到 张天鹏将计就计 让杨元帅上了当 所以我这次来 只是想立功赎罪 想让杨元帅 把自己的私生子找回去 我拜托你好不好 别再私生子私生子的 我都听了八十遍了 你不是大张旗鼓的贴出告示 要寻找自己的私生子吗 我帅府里不是来了那么多 寻找亲娘的孩子吗 我还以为你敢做敢当 想不到你也害怕别人议论 那告示根本就不是我贴的 你再刺探我的秘密啊 不叫刺探啊 叫 叫关心 你关心我 我 我凭什么关心你啊 我 我只是对你好奇啊 好奇 你不是恨我不守复道 怎么又好奇来帮我呀 这也太难自圆其说了吧 我不是对你好奇 我是对你居然有私生子好奇 一样一样 别转移话题了 快说吧 其实我是在想 不管是不是私生子 他总是杨家将的后代吧 看来 你对杨家将还挺有好感的嘛 朝廷的功臣百姓的英雄 理当如此 这句话我爱听 那我说的其他话你就不爱听了 好了 好奇完了 可以说说看你要怎么帮我啊 是不是在里边 好像在里边 来看看 来 气死我了 这个死丫头 死也不说 看来我还得想别的办法 你给我好好看着她 听见没有 请娘娘放心 你 嗯 走走 快走 走 走啊 快点 快走 你啊 你啊不要胖 我们不杀你 就想拿你换点银子 我告诉你啊 你也不要不胖 我们呢 只管赚银子 不管救人 对 大哥 这个呀 可要看好了 这就是咱们的银子呀 这银子咱们可算是到手了 哎 哥人大哥您啊 就是有好处 对 现在咱们得好好想想 怎么和那个女人换银子 对啊 这得好好想想 能够多换一两 就是一两啊 对啊 走走 走 我不是银子 我是桃子 在我们眼里就是银子 我不是银子 就是银子 走走 我不是银子 来 奶奶 哎呀 发生什么事了 这么大的事啊 奶奶你看 你那心爱的姑娘 现在我手上 你要想让她活命 就拿桓佩倒小茶馆来换 哎呀二牛啊 这可真是大事啊 你得快去 我 桓佩我已经交给杨元帅了 万一那女人等不及了 这 哎呀 那桓佩换人的是下下策 二牛啊 你赶紧派人去找杨元帅 暂时借回桓佩一备即用 嗯 你先赶往小茶馆 先稳住那女人 再见机行事 好 这姑娘呢 哎呀又要吃苦了 二牛你赶快去 去吧 好 奶奶 八十两 嗯 八十两太少 再加二十两 好 再加二十两 八十两加二十两 好 一百两 行 那就一百两 对一百两 换的就换个整数 就是嘛 一百两 少一个钱 我们都不干 那就定了 一百两 哎 怎么又是你啊 哎 你怎么又来了 哎呀 只说天上掉馅饼 怎么还掉下个漂亮姑娘来了 哎呀 真可以啊 够我看来了 这姑娘 一块抓了算了 哎 你说是不是啊 嗯 我也这么想 要是那个女人不给银子 这两个姑娘 咱兄弟俩一人一个 弄回家去做老婆算了 好歹 咱俩兄弟也没白忙活 哎 我说大哥 你都已经把你妹妹许配给我了 那这姑娘 哎呀 你就不能再去个二房吗 大哥 那你什么都替我想了 你们说完了没有 你先挑 还是你先挑 哎呀 你先挑 你先挑 你们把这姑娘给放了 嗯 说什么 放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银子 那是放走了大把的银子 放还是不放 不放 哎呦喂 要我背你回破庙吗 不用不用 不过是脚捆麻了而已 哎 你怎么来救我了 我不是说了吗 我要帮杨排风找孩子 然后再跟他做个了断 你呢 就是我帮杨排风找孩子 第一件功劳 我会记录在案的 到时我会找他偿还的 哎 不算不算不算 你救我怎么能算是帮杨排风呢 不算 你不也帮杨排风找孩子吗 救了你 就等于帮了杨排风啊 哎 哎 这可不行葛兰 你要知道 是你把孩子从我手里骗走的 你救我啊 是说还我陶子一个人情 根本算不到杨远帅的头上 知道吗 也行吧 那你说的也有一点道理 陶子我啊 本来就是个讲道理的人 那好吧 那你帮我给杨排风带一句话 你告诉他 我帮他找到孩子以后 再和他做一个了断 谁了断谁还不一定呢 那你就别管那么多了 哎 对了 你帮我转告杨排风 糊涂山庄那个潘少春 是帮我的人 他帮了我好几次了 叫他离他远点 这什么意思啊 没有什么意思 我只不过怕杨排风被人杀了 我就不能亲手跟他了断了 这件事对我很重要 别怪我没有提醒他 行 看在你还我一个人情的份上 这句话我一定帮你带到 娘娘怎么样 放心吧 我们就安心等着 焦二牛一会就会把东西送来的 想跟我玩 我看看到底谁玩得过谁 娘娘这么有把握 我说有把握就有把握 开门 看 说他就来了吧 快点开门 是 快点 焦将军这么匆忙 有何要事啊 你把桃子姑娘怎么样了 快点放人 听见没有 我能把桃子姑娘怎么样了 我知道她是焦将军您的新上人 也就是未来的告命夫人 所以啊 我敢把桃子姑娘怎么样了 赶快放人 放人简单 可是你说了不算 要我说了才算 明白吗 你放不放人 不放我可对你不客气了 没有桓佩 没有桓佩我能去哪呢 焦将军可是个明白人 焦将军刚才不是说 就要对我讲不客气吗 你尽管可以不客气 我敢约焦将军来到这儿 就没打算与焦将军讲客气 可是 只要焦将军你一动手 那个桃子姑娘就一米无虎了 到时候你们两个都来不及看上最后一眼 焦将军 你要是不信 咱们可以试试 我看焦将军还是好好地按下性子 让你的那些家将们也把性子按下来 其实我们交换的条件很简单 你把东西还我 我就把人给你 这叫各归其主 你看是不是很简单啊 你那东西已经不在我身上了 我已经交给杨元帅了 那你就到杨元帅那儿 把东西再给我要回来 我已经派人去娶了 我已经派人去娶了 这才是好孩子嘛 来来来 坐下喝杯茶 不着急 我是一点都不着急 我有的是时间慢慢等 焦将军请坐呀 谁 是我 你干嘛跟踪我 你知道我跟踪了你啊 你出庙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在糊涂山庄里啊 你还躲在角落里偷偷地笑我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要不是念你是一片好心 我早就打你了 别说得那么好听了 我看你啊 是没心情来计较我了 你说我不应该高兴吗 糊涂山庄的新巢穴已经找到了 孩子就在那里 这表示不会弄错了 那当然应该高兴了 你能肯定那人说的就是真的 我看不见得 那人太一表人才了 一表人才怎么了 凡是一表人才的人 大多都靠不住 信不信有你 不是一半相信一半不相信 我要用那信的一半去把孩子找回来 不信的那一半呢 就随便他了 我看你和他谈话那表情 一点都不在乎的样子 在乎不在乎以后你就明白了 那人叫什么来着 姓吴 好像叫什么奉告 人家是说无可奉告 意思是说不告诉我 傻 人家连名字都不愿意告诉你 你还得意成这样 以后还怕不知道啊 我都不着急 你急什么呀 好好好不着急不着急 笑手啊 你说这个人武功这么的高强 大宋朝有的是人才嘛 干嘛老盯着天波府不放呢 好像只有天波府才出武将 梦得我们孤儿寡母 都要上战场杀敌 你干嘛 你笑什么笑什么呀 我 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别不好意思承认啊 你又胡说什么啊 我有什么好不好意思承认的 我爱上他又怎么了 也没有什么错啊 干嘛不好意思承认 没有没有没有 一点错也没有 伸手就能抓住的 你不要 看得见摸不着的呢 你倒有那么大的兴趣啊 我看爱不爱得成 还很成问题呢 这有什么问题呢 不就一个男人吗 天下都要征服了 更何况一个男人 怎么样小傻啊 我就征服给你看 不过我要说在前面 把他征服了是一回事 要不要他做丈夫那是另外一回事 干嘛呢你 你不就是把他当丈夫来征服的吗 不准备要他做丈夫 你去征服他干嘛 闹着玩啊 你是说 你是说 真的可以把他当丈夫来征服吗 我怎么被你给绕进去了 好吧绕就绕吧 我看哪他真的可以 你看看他那武艺 没得说吧 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跟你过招 他简直就像和孩子玩似的 再看他的模样 一表人才 我看见过的男人 就属他最好了 这样的男人 还做不了你的丈夫 那你只能到玉皇大帝那里去找了 你不是说 一表人才都靠不住吗 也不能一竹竿扫一船的人呢 没准他就是个例外 那好 我就听你的 把他当成丈夫一样 来征服 别别别 别说是听我的 别到时候成了我的罪过 我可不替你背这冤枉 了不得 空欢喜一场嘛 没什么冤枉可说的 那你就听我的吧 哎呀其实 你和他谈话的时候 就已经这么想了 非得让人家跟你说出来不可 我就不喜欢你这样绕来绕去的 不明说 也好 我也跟你学几招 到时候也征服个男人 来做丈夫 不过小手 她的话不知道是真是假 万一她又来骗我 那她就是坏人了 征服来征服去 不过就是征服了一个坏人 那你说 这样的丈夫要不要 你看你看 这有什么 你不是说了不得 空欢喜一场嘛 你想想 你能征服天下 能征服男人 你就不能够 把他这样的一个坏人 征服成好人 凭你羊排风的本事 会做不到 对 没有错 就凭我羊排风 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做不到的 就是嘛 再说了 什么是好人 什么是坏人 以什么为标准啊 难说 就看谁给的说法了 小手啊小手 我真是太小看你了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呀 真是 比孔子还孔子 比孟子还孟子 比皇上还皇上 比我羊排风 还羊排风哎 慢慢的 你会发现我很多长处的 不过 我还是觉得有问题 你看那叫二牛 说要爱我 这会儿一见桃子 心就被他抢走了 一看爱我的心 就都没了 还有那孟小宝 酷着喊着要娶我 可是一见了葛兰 哎 骨头都融化了 这两个人 我都还没来得及征服 就被人家给征服了 小少 你说说看 我是不是有问题呀 是不是 我比他们两个 都要差呀 话不能这么说啊 我看 就是因为你羊排风 身居元帅要位 让一些男人望而却步 不敢奢望的缘故 尽管你羊排风 没有端过元帅的架子 可人们都认为 当官的肯定端架子 你不端架子 就是更大的架子 反正这俩小子 你也不打算要 一个做了顺水人情 一个也推了个人情顺水 反正呀 你就不要去想了 专心致志的 去征服这个男人吧 好小少 听了你这一些话 圣读十年说啊 不过我觉得呀 这选丈夫呢 个人看法不同 没有好坏之分 没有上下之分 就要看有没有缘分了 不知道我们两个 有没有缘分 不行不行了 没有缘分了 太医听说我有私生子 恨不得把我千刀万剐 我看没有希望 是没希望了 是没希望了 不会不会的 那孩子 根本就不是你的私生子 小少 你说 我是不是有点惨呢 是有一点惨 焦将军 你那几位朋友 怎么还没回来呀 我倒是不着急呀 我就是怕桃子姑娘着急 你 庞飞娘娘 银子花水了 庞飞娘娘 没了 给我住嘴 有什么事快说 庞飞娘娘 我们哥俩 那是拼着命 要给你做事啊 就是啊 给庞飞娘娘做事 还要什么命啊 少废话 说正简单 刚才我们在树林子里 发现一个蒙面的姑娘 扛着一个人飞跑 我们哥俩过去一看 扛着的 竟然就是那个 叫桃子的姑娘 胡说 他没胡说 他真的没胡说呀 我平时还有点胡说 可是他绝对不会胡说的 庞飞娘娘不是要我们 找那个姑娘要还配吗 我们哥俩看见这姑娘的踪影 怎么能够放过呢 我们过去就抢 我们过去就打呀 接着说呀 我们抢不赢的姑娘 我们打不过那姑娘 那个姑娘 看着那个姑娘就跑了 那俩姑娘一眨眼就不见了 都给我闭嘴 走 走 焦将军 时间已经不早了 你的人怎么还没回来呀 搜 是 你看 快快快 葛小姐 你看今天的天气多好啊 真可谓春光明媚 春色满源 好了好了 冲 你就别废话了 我今天不是来给你看天气的 有什么话你就赶紧说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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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定要还给你的 可是有些事情 我一定要跟你说清楚才行 说吧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要仔仔细细 清清楚楚的跟你说个明白 好 我也正想知道 这块玉怎么到杨派峰的手上 你说吧 葛小姐 你要知道 我是历经千辛万苦 才拿到这块玉的 我和你爹呢交手多次了 他可真是盖世武功 可是跟我比起来 还是差一点点 不过比起我差那么一点点 不算什么 那也应该是天下第二吧 在我这个天下第一的心目中 这天下第二 也应该是个大英雄 我爹是不是英雄 用不着你来说 你快说这块玉的事 葛小姐 我说这些话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 你爹在我心目当中 印象是何等的好 当然了 他是叛将 可是叛将跟英雄 并不矛盾哪 人们常说 英雄跟英雄之间 总是心心相惜的 所以我总是手下留情 有几次 我还故意败在他的手下 谁让我是一副侠义心肠 改不了呢 杨元帅他就不这么认为了 他是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他认定你爹是个叛家 就一定要置他于死地而后快 可你说他错了吗 他也没错 就是太死心眼了 你有完没完 你不说玉的事啊 我就走了啊 就说到玉了 我们在最后一仗当中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救你爹了 眼睁睁的 看着他就这样 把自己松伤了西天 我到最后一刻 扑到了他身边 而就在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疼 他把这块玉 交到了我手上 这块玉 真的是我爹交给你的 当然了 是真的 没错 你看他孟小宝 满嘴胡说八道 太过太过了 我得出去跟他说清楚 你着什么急啊 先让他打入敌人内部再说嘛 你真以为他要打入敌人内部啊 那既然这样 你把玉给他干什么 我 我想他把葛兰摆平嘛 到时候找孩子 就少他一点麻烦了 那就让他摆平嘛 这不就是打入敌人内部嘛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他说的 把自己说得跟叛将一样 我看他呀 也跟叛将差不多 只要他实实在在不是个叛将 你就随他怎么说了 我当时拿着这块玉 真可谓是 英雄泪长流啊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杨元帅知道这块玉的时候 他一定让我交上去 他说了 所有的缴货都要交给朝廷 他是元帅 我得给他这个面子 所以我就交上去了 没有想到 他竟然把这块玉 占为己有 堂堂的大元帅 干出这种事情来 真是太丢人了 我后来又知道了 葛小姐 是专程为这块玉而来 我就再也忍不住了 我毅然地 把这块玉 要到了我的手上 别的我就不能再说了 毕竟还是元帅嘛 我得照顾他的威胁 葛小姐 你要说这块玉 可是我用川家之宝换来的 现在我把他完毕归照 请小姐向他 为什么连句谢谢都没有呢 难道我的样子不够真诚 我话语不够精彩 少爷 什么也没有 少爷 在楼上搜到这个 秦禀少爷 没有找到杨元帅 杨元帅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反正现在拿来环培也没有什么用了 赶快把宫女和太监扣下 是 桃子 你没事吧 没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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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说的不够精彩 所以人家走了啊 杨元帅你看 我这为了打入敌人的那一步 身家性命都不要了 话有些说了过头一点 杨元帅你要大人有大量啊 没事没事 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戏呢 是过了点 过了点就过了点吧 不管是打入敌人内部 还是打入敌人外部 最要紧的是赶紧打入 听到没有 我听到了 我知道了 我就是要用最短的时间 打入敌人的内部 嗯 那就好 那就好 不过啊 我要提醒你 你刚才说了那么多的废话 但是最重要的话你却没有说呀 最重要的话 杨元帅你讲一讲 那玉上面刻着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 玉上面刻着一句话 可不是嘛 那上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一句什么话 哟 孟将军 你不是很有学问吗 玉上面刻什么话你都不知道 我根本就没有看过 我怎么知道玉上面刻着一行字呢 我 我根本就没看过 我怎么知道有什么 哟 你看你看 有学问不看字 还不如我这没学问的 小手 你说是不是啊 对啊 哎 你刚才不是说 还能把星星给摘下来吗 你不把那玉上面那句话告诉葛兰 那你说的所有的话都是假的了 你那心不也都是假的了 对啊 对啊 我说怎么葛兰小姐一言不发她就走了呢 原来问题出在这儿啊 杨元帅 杨元帅 你看现在都这种情况了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不急不急 刚才小勺说过了 心急吃不得热豆腐 杨元帅 你要知道 要是我不知道这玉上面的字 我就没办法打入敌人内部 所以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也是很想告诉你啊 可是我这么一急 我就给忘了 我就只记得 我要讲一句很重要的话 那你别着急啊 你别着急啊 想一想 想一想 别急 你要是想起来 你就告诉我 我别急 别急别急别急 对啊 别急 别急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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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一想 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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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子姑娘 都怪我没本事 没能很快地把你救出来 我心里真的很难过 如果你真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你看你 娇将军 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只是当时 我心里有点害怕 而且还惦记着两个人 都那个时候了 你还惦记着人 是谁啊 我弟儿惦记的是李子 这孩子没爹没娘 跟着我学手艺 只是这手艺 你让他以后 怎么活下去呢 你没惦记错 你放心 有我呢 那你第一个惦记的是谁啊 是你啊 我第一个惦记的人啊 就是你 平时我一想起你 我心里就偷着乐 可那个时候 我就一直想哭 遇到你江将军 这么好的人 我心里就在想 万一出了什么事 我肯定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桃子 以后 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了 我也不会离开你 你 桃子 这玉倒是不假 可她说的那些话 就未必是真的了小姐 拿回来啦 啊 她说了什么吗 她说 这是爹爹临终前给她的 这不可能 将军对朝廷恨之入骨 怎么可能会 爹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们很难猜得到 说不定 在她升天的那一刹那 她明白了 谋反是很不应该的 也说不定 她希望我们和朝廷解除仇怨 可是孟小宝连这玉上面的字 一点都没有提起 她不可能不知道这玉上刻的字啊 除非 难道她竟然还看不起小姐你 我还瞧不起她呢 这人油嘴滑舌细皮笑脸 整个一个好色之徒 孟小宝的嘴是贫了点 但也不至于像你说的那样吧 我们现在还没有搞清楚 她说的是真是假 她根本不提这事 说不定啊 她还不了解 妹妹心里是怎么想的 所以不敢贸然出口 这样一想 她是油在嘴上 稳在心里啊 我觉得她的功夫还是挺不错的 她的武功 你不需要去怀疑 大宋如此泱泱大国 人才聚集 一个大将军 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可以当上的 这话有道理 那 有没有看见杨白风啊 没有啊 哥 哥 你啊 你是不是对杨白风动心思了 没有没有没有 是不是啊 你胡说些什么呀 没有 我怎么会对杨白风动什么心思呢 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 说真的啊 真的没有 没有吗 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 早点休息 早点休息 啊 瞧她觉得那样 哎呦 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 一点消息也没有啊 奶奶 奶奶 哎呦 怎么样了啊怎么样了 奶奶在外边呢 哎呀什么在外面呢 我是问你桃子姑娘怎么样 我说的就是她在外边呢 哎呀在外面在外面 什么意思嘛 你怎么让她在外面风吹日晒呢 奶奶我是说 哎呀想什么想啊 赶快把她请进来吧 真是气死我了 奶奶 这有什么不对啊 你又骂我吧 其实 这绝对不是她要来的 是我让她来的 我知道 这有点不合规矩 可是 哎呀 这是什么时候了 还讲什么规矩 你把人家晾在外面 要是再被人抓走了 你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皮肤 奶奶不怕 家将们护着她呢 我这就把她叫进来 等等 什么领进来 是奶奶请她进来 奶奶请她进来 这个傻孙子 怎么那么不懂事 奶奶 这就是 焦奶奶 好闺女 她们没把你怎么样吧 没有焦奶奶 她们没欺负你吧 没有焦奶奶 没有就好 没有就好 二牛啊 来来来来 人家是没爹没娘的一个苦孩子 没有人恋爱 没人心疼 现在好了 有了男人了 就希望有男人来恋爱他 疼爱他 可你倒好 还把人家晾在外面 算什么男人哪 真是 奶奶 好孩子 别哭了 别哭了 以后啊 奶奶不会让二牛离开你一步的 她要是敢欺负你啊 你就告诉奶奶 奶奶给你做主 焦奶奶 好了好了 别哭了别哭了啊 什么焦奶奶焦奶奶 把那个焦子去掉 就焦奶奶 奶奶 焦将军他对我可好了 你也不要什么焦将军焦将军的 把那个焦子去掉 就焦他二牛 焦将军多生分啊 你在这等着吧 我进去看看 方飞娘娘 怎么样了 不行 立变的人太多 实在是进不去 庞飞娘娘 今天好像有些异常啊 加班了许多武士巡夜 那可是武林高手中的高手啊 难道他们已经知道我们出宫了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皇上呢 皇上在哪个妃子房间里呢 我没敢到处找 怕耽误久了 您着急 算了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走吧 好 是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皇上在里面 杨元帅请 皇上 不知皇上驾到 有事远迎 请皇上恕罪 有什么好赢的 这让你办的事情 办的怎么样了 起来起来 皇上 我正在尽力找呢 这事急不得 那不是你的儿子 你当然不急啊 可是朕不能不急啊 皇上 别忘了 那也是我的义子啊 我能不着急吗 嗯 你能把太子当义子就好了 那你什么时候把太子 你的义子找回来啊 不是还有一段时间吗 朕等着要太子呢 你要是实在找不回太子啊 朕就值得要你的脑袋了 皇上 皇上自己不好好管好后宫 就是要了我的脑袋 也难保下次孩子不会丢啊 皇上不觉得我的脑袋掉的有点冤枉吗 这没有管好后宫吗 你是说这事是后宫的人做的 杨北风可不要乱讲话啊 后宫要是混进了奸人 那岂不是丢了半壁江山吗 岂只是半壁江山哪 你有什么证据啊 随便议论朝廷这是死罪 一个死罪掉一回脑袋 一百个死罪也是掉一回脑袋 皇上死罪下不住杨家将的 皇上不好好管好后宫 让我们杨家将拼死拼活的 也保不住大宋江山哪 你还敢教训朕呢 我不敢 我只是说实话 我听说 皇上把刘大人给抓起来了 而且还要杀他的头 皇上 皇上要杀这个杀那个 真正该杀的人却相有法外 真不知道皇上心里在想什么 姓刘的那事你是听谁说的 朝廷的事能保得住密吗 宫里有什么风吹草动的 满京城的人都会知道了 皇上 我想问问 刘大人好吗 这不关你的事少问 那我得问哪 说不定 我马上就跟刘大人一样 要进皇上的大牢里了 我得知道里面的伙食怎么样 就算只关一天就被杀头 我也要吃好一点 你放肆 皇上 你要找不回太子 你连吃牢饭的机会都没有了 信不信 好好好 我信我信我信 我会尽快把孩子找到的 不过 我想请皇上恩准 要刘大人帮我来找孩子 他能帮你吗 你是要朕把他给放了 皇上 既然把这件事交给我了 刘大人能不能帮我找到孩子 那是我的事 我只想问皇上 到底能不能把他给放了 要是不放呢 那也没办法喽 只能听皇上的 谁叫您是皇上呢 就算是现在要我的脑袋 我也只能给喽 那好吧 朕就看在你的面上 就把刘大人放了 传朕的旨意 把刘大人放了 遵旨 杨大帅 还是你有办法 不过 你呀 得千方百计地 保住自己的脑袋 要不然 我那欠条 找谁兑现去 公公 您放心 杨小勺 已经答应替我还债了 就算我死了 也可以兑现的 皇上 现在找孩子的事情 已经有眉目了 真不要眉目 要孩子 事情没那么简单 这个地方呢 只能去一次 而且一次呀 就要平平安安地 把孩子找回来 如果没找回来 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现在不能去 要不然会打扫惊蛇的 那你什么时候 把太子抱回来呀 我 我现在 只能伺机行动了 可你要是抱不回太子 就没有挽回的时间了 来人啊 这是一把上方宝剑 如果有人敢为难你抱太子 先杀了他再说 好 谢皇上 看来 皇上心里还真有底 皇上心里那点底 好像都在你心里呀 皇上 那我送皇上回宫吧 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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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了免了免了 你离朕远点儿 朕还少受一份嫌弃 他从哪儿来的 他从哪儿来的 不知道啊 那怎么办 既然他出来了 咱们就来一个一不做二不休 这 别啰嗦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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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派峰 你不要多管闲事 皇上赐给我的上方宝剑还真难用 还不如我的烧火棍呢 走 不是 走 走 走 restrictions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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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打 交给你 你终于帮我一次了 杨白凤 皇上还挺器重你的 赐给你这上方宝剑 可是他没有给你带来权力 而是灾难 没想到我堂堂火帅杨排风 居然不是你们的对手 有生路可走 我当然是听话了 现在就让你多待一会儿 也许那个时候你就听话了 反正人在你手上了 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皇上您不知道啊 娘娘出去找那个孩子了 他还说 找到那孩子 咔嚓就杀了 他真的这么说吗 我连皇上都敢杀 还不敢杀你 排风失踪了 皇上刚刚给他了一把上方宝剑 老太君 我们现在全面出动 去寻找排风吧 一不做二不休 我们把那个一字并肩王爷抢来 有了孩子做人质 让那个臭娘们不敢找我的麻烦 现在我就用龙头拐杖命令你 赶快去搜查全宫 一定要把皇上找到 成立 万一错杀的是我的亲生骨肉 我会发疯的 我会发疑的 我的爱情 我会发疑的 你 roots我 让我来 我会发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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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残阳落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